另外一方面来关系的是 有一艘香港的高速渡轮 前天晚间它是在珠江口 跟一艘运沙船呢互撞了 结果造成有两名的荷兰游客 不幸死亡还有九个人受伤 我们看到事发地点 它是发生在广州的这个地方 渡轮呢当时的船头被撞个稀赖 可以想见当时这个力道有多大 有多强 那么发生这样船难的时候呢 渡轮上面有一名 它是来自荷兰的18人的观光团 正式要出发前往中国的南部 进行围棋三个星期的旅游 但是没有想到行程才刚刚开始 就遇上这样的一个船难 造成团圆里头有两死两心伤的悲剧 那么其他受伤的七个人呢 都是渡轮上面的乘客 五个人是大陆游客 两个人则是香港人